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趁著今天的好天氣 帶著柴犬芒果妹妹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搭乘早上8點44分 從松山出發的區間快 行事時間約59分鐘 就抵達位於新北市貢寮區的芙蓉火車站 今天來芙蓉的遊客超級多的 芙蓉車站 一出火車站就有西元1958年創立的香葉便當 因為好吃總是吸引不少遊客排隊購買 妹妹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在芙蓉車站前面等下去借交 這邊也有一隻柴柴葉 柴葉跟主人一起走 我們選擇跟六年前騎的路線一樣 往芙蓉車站出展右手邊的芙蓉街二巷向前行 載著喜歡東風的美美就地重遊 沿途吹著河徐的微風 不一樣的是六年後的美美變胖覺得籃子很擁擠 我們今天帶妹妹來芙蓉騎腳踏車 順便請進大自然 拍到她GAD丟的樣子 帶妹子 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等她飛掉就算了 可是太陽有點大 最後只能戴帽子 哎呦 因為要敷眼睛啊 所以可是要戴帽子 在前面 後面 去到外面 到外面 特別建議 如果妳的體質比較敏感的話 可以戴個護身服或水晶在身上 因為我們家的大姐連兩次來這兒 都在快到舊草嶺隧道前的某路段 突然覺得不舒服 頭暈想吐 不確定是不是磁場不合 或是怎麼樣 舊草嶺隧道 舊草嶺隧道 是北台灣第一條以鐵路隧道改建而成的單車隧道 位於台灣新北市共聊區域 宜蘭縣頭城鎮交界的隧道 於1924年12月1日啟用 總長由2167公尺 昔日座為福隆通往宜蘭縣使用的田路隧道 完工之時為東南亞最長的田路隧道 可是在1985年新草嶺隧道通車後就停用了 直到2008年以自行車道之資重新開放 目前為宜蘭縣限定古蹟 也是台灣歷史建築白景之一 兩旁磚頭砌成的圓拱隧道看得出些微歷史斑駁的痕跡 一起進去隧道裡面覺得溫度至少降了六七度以上 還看得到跨越新北市和宜蘭縣兩個縣市的招牌 不一會兒就從新北滑進宜蘭的懷抱 騎了許久還看不到鏡頭 久到讓我們懷疑隧道有自動加長嗎 騎了好久好久終於看到隧道的鏡頭 露出迷人的曙光 結束十多分鐘的騎乘 一面而來是許多騎過隧道短暫休息的旅客 白雲飛出隧道南口 騎到這裡可以喝口水喘口氣休息一下 一旁大樹下有個休憩乘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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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決定先在這兒拿出車站前買好的芙蓉便當 為接下來的自行車之旅補充滿滿動力 妹妹 你也是貓咪嗎 你是財財 你是財財 OK 看起來滿好吃的耶 6年前有來吃過 距離上次妹妹來芙蓉騎腳踏車已經6年前了 吃飽之後繼續騎著車載著妹妹兜風去 一個爬坡後看到無限遼闊的大海 三海相依與一般車道有所隔離的舊草嶺環狀自行車道 美美的在此展開 期沒多久就來到位於宜蘭縣頭城鎮的石城服務區 石城服務區 在這裡可以欣賞遠處近臥的龜山島與太平洋 妹妹 今天開心嗎 哈哈 我們繼續騎腳踏車囉 好 妹妹 在宜蘭的土地上只逗留一點點的小時光 在宜蘭的土地上只逗留一點點的小時光 不一回而就騎回新北市默默的就跨越了縣市的交界 それで親近的街裡 之間冷凍 難我買了 農助 לס行� 콘엔тиров 舊草嶺自行車環撞線全程約20公里 從芙蓉車站作為起點往舊草嶺隧道前進 一路向前騎有翠綠山林陪伴 還可以眺望龜山島的好風光 右手邊有廣闊湛藍的大海 綿延的太平洋海岸線與壯麗山壁與我們同行 看著眼前絕美的景色好療癒喔 BG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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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